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關鍵下一秒 今天的一個行情 當然如果單純就指數來看的話 應該心情上面會比較輕鬆一點 為什麼 今天台北股市是漲了92點 但這個92點 觀眾朋友 應該很久沒有看到 漲92點了吧 這個看到跌92點的機會比較大 但問如何 這個是今年台北股市的最大漲點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能夠強談 觀眾朋友 這個問題 我想為什麼要一開始拋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決定了 接下來台北股市是談完之後 要再往下去做走低 還是說這個地方 能夠一路的往上去做攻擊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很重要 我想這個問題 觀眾朋友大概一般的答案都會想說 老師這就很簡單 就美國股市昨天大漲 歐洲股市昨天大漲 基本上這個只回答到問題的表面 怎麼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年全球股市大幅度回檔的主因 大概有三個 就是第一個 當然是中國股市大鐵 你記不記得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們實施一個新制度 叫熔斷機制 結果禮拜一碰一次 禮拜四碰一次 趕快喊咖 然後還要把 他們現在政見會的主席想要換人 對不對 這個是造成過去中國股市大跌最主要原因 第二個因素則是 因為油價大跌 所造成的美國股市大跌 第三個 當然是因為日圓升值 造成全球的資金移動 為什麼 因為日圓過去是零利率甚至低利率 那也很便宜 所以大家就去日本借錢 然後拿來投資全球的股市 結果你這個時候日圓升值的時候 大家想說 那我要快點還 要不然晚一點還 搞不好 你那個投資又賠錢 然後匯率又賠錢 對不對 這三個因素 是造成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全球股市表現比較弱的原因 所以你說 你說這個 我們剛剛問大家就是說 這個行情到底接下來 有沒有利空出境的機會 你必須從這三個角度來做觀察 好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跟大家提 你聽完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地方你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向 首先我們先來看上陣的部分 這個是我在1月7號 當時的節目當中 我跟大家提到的重點 我說2850點 這是一個自然落底的低點 那自然落底的低點 基本上它就不太容易 再來做跌破的動作 那因此過去這一陣子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前幾天 它破2850來2844 然後就快速的往上拉對不對 然後過去這兩天 中國股市又變弱勢了 但是你看 今天上陣指數漲了1.25% 觀眾朋友 你知道這個尖尖的點是多少嗎 這個尖尖的點叫做2851點 所以你看到了嗎 當時我們跟大家提到說 那個是自然落底的低點 原則上低點不會差那個位置太多 所以你看到過去這一個多禮拜 他來測一次 測兩次 結果都往上做拉抬 這告訴你什麼 中國政府的 心態很明顯嘛 就是我不要讓2850跌破對不對 這個動點是在這裡嘛 好所以 中國股市的部分 現在2900多點 離那個2850沒有很 沒有差很遠的狀況底下 你知道他要守這個位置 原則上 他要大幅度跌破的機會就不大 好第二個重點在哪裡 我們剛剛提到 是因為美國股市下跌 美國股市下跌是原因什麼 是因為油價大跌對不對 好但昨天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時間點當中 很多人還是跟你看空油價 但是我們看這個地方 油價開始出現強勢反彈 你看 這個是我們那個 中油納路公司的布蘭特原油 昨天漲4.91% 紐約青年油昨天漲11.22%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原則上 當然你看到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看節目 你大概就知道說 美國股市那個油價有沒有續彈 那重點是 如果續彈的話 你要加油 你快點去加油 因為下個禮拜 可能油會稍微漲價一點點 好但我要跟大家提的重點在哪裡 既然過去美國股市的重挫 是因為 所謂的油價大幅度的修正 這個地方 油價開始出現強彈的時候 我現在錄節目的時候是5.02分 我記得我剛好稍微看一下 那個布蘭特原油的期貨 還是大幅度往上去做一個彈身 那既然這樣子的一個因素 把它化解之後 我覺得美國股市它表現也不會太差 因為你原本造成它大跌 那個原因已經不存在了 對不對 好 那第三個叫做日元的升值 那基本上 日元的升貶值跟歐元有關係 當然昨天歐元有一個比較大的事件 不過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不是總經課程 所以我們就不跟大家提 我只跟大家提一點 觀眾朋友 你知道今天日經漲多少嗎 今天沒有看對不對 今天日經漲了941點 觀眾朋友你沒有看錯 不是94點 是941點 一天漲了將近1000點的幅度 漲了5.88% 觀眾朋友你知道這什麼概念嗎 如果台北股市今天漲5.88的話 台北股市要漲455點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原則上這個時候還要解日元的問題嗎 應該不用了吧 這已經告訴你結果了對不對 好 所以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其實你發現了 我們剛剛跟大家所提到 今年以來造成全球股市大跌的 不論是中國股市也好 看起來好像落底了對不對 包括了美國股市 油價大跌 美股大跌 但這個時候 每個油價開始做反彈了 然後包括日元的問題 日本的股市漲了900多點的一個行情 所以我告訴各位嘛 這個行情原則上你過去你看到的問題 它這個時候 都開始出現扭轉的時候 觀眾朋友難道你還要站在 很保守很偏空 甚至去做一個放空的一個心態嗎 我覺得觀眾朋友 你看完謝老師的節目 這個心態你一定要做轉變 要不然你在接下來的 不論到過年之前 或者是進入3月份的一個行情 你的空單 或者是你保持空手 你會被人家嘎得很慘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啦 基本上 今天當然很多人 會跟你提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股價漲上來了 你怎麼講都對啊對不對 但是謝老師是在這個 今天才跟大家這樣提的嗎 不是嘛 我是不是在1月20號 從日線的技術面告訴你說 這是不論是量 或者是價 量或者這個量能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技術指標的問題 它要出現背離對不對 昨天我還告訴你說 你就小時線的一個部分 它也告訴你這個地方在做背離 所以日線也背離 小時線也背離 這個行情漲當然是理所當然的啊對不對 但重點不是今天的行情漲了 一天結束就算了 我們剛剛跟大家所提到的 這三個要素 當它原本的利空 這個時候都開始做扭轉的時候 觀眾朋友難道你不應該把握 那個利空出境的買點嗎 所以這個時間點選股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但是重點是老師指數的部分 我們知道了大概不會再大跌了 甚至有機會搶談 但是重點是要做什麼樣的股票嗎 好 我相信今天觀眾朋友 你對於這個問題 你大概會有更深的感受 為什麼 因為行情漲了92點 但是沒有什麼感覺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感覺 很簡單啊 因為今天的OTC 大家比較熟悉的那個OTC指數 今天只漲了0.02點 這幾乎沒有動嘛 好 但幾乎沒有動的一個過程裡面 為什麼今天OTC指數表現這麼弱勢 或者更精確來講 中小型股為什麼今天沒有跟著談 很簡單 因為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 這個原因落在生計股的一個部分 好 生計股的部分 當然其實重點我們過去跟大家提到 你重點要看哪裡 你重點要看的當然是4174的號頂對不對 好 那你說今天的這個股價為什麼那麼弱勢 觀眾朋友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段出現擊殺 他擊殺代表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你如果是在高檔出現這樣的狀況 他有可能是洗盤 有可能是出貨對不對 但是當來到相對低檔的時候 他出現這種大角度啦 那個超過45度的一個向下擊殺 通常代表什麼 通常代表有人在停損 好 那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會有人開始在停損這樣子的股票 我相信觀眾朋友如果你過去做生計股 今天你的老師也在帶你做停損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會停損 大概兩個理由嘛 第一個 OBI822就是號頂那個星耀 他那個二月份要解盲嘛 所以大家擔心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在哪裡 這個時候離封關大概剩下8個交易日嘛對不對 那這8個交易日當中 因為那個丙種的資金會開始收資金 那收資金因為這個股票 這個股票其實沒有融資券 換句話說你買一張大概就是50萬60萬70萬 因為最高到700多塊嘛 你現股去做買進的一個狀況底下 他的資金壓力 那個回收的那個資金壓力其實就更大了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的過程造成那個股價 今天有出現停損的一個狀況 好 但重點在哪裡 過去我在節目裡面我跟大家提到一些重點 我說號頂的部分 你要觀察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從250塊拉到755塊 強勢回檔叫做0.382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你至少在這個位置你要特別去做觀察嘛 因為這是回檔0.382的一個位置 結果他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往上去做彈升 結果彈上去之後 再往下做破底 今天已經破了這一條0.382的一個位置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就會造成生計股的一個表現上面 稍微比較差一點 好 但謝老師告訴各位 其實你如果當初啦 你是跟著我們一起做號頂的 其實你現階段你根本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嘛 為什麼 因為當初 我是在什麼時候跟你提的 這個時候叫做10月16號 去年的10月16號 當時出現這個跳空缺口 我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轉強的訊號 結果過去的兩個多月以來 他從當初我們跟大家提的價格 漲到這個高點叫741塊 我在節目裡面公開告訴你說 我說不要再追了 這股票都已經漲了快一成了 你如果10張你就賺335萬了 這個時候如果再漲 那就留給別人賺嘛 因為這個時候你面臨的風險 是比你那個利潤還要來的大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當時我公開告訴你不要再追了 結果這股票跌下來 跌了196塊回到這個位置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並沒有做進場 因為這個時間點當中 其實跌升反財的股票 一向不是我們最主要的操作邏輯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後續當它在跌破的時候 其實觀眾朋友就提醒你要小心 包括了像是 中域的部分其實也是一樣啊 今天中域股價也是大跌啊對不對 你看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中域當初掛牌的時候 我們有提醒大家嘛對不對 只有漲到303 我一樣告訴你不要再追啦 303跌下來你看這一段 從300塊跌到200塊 這個也跌掉三分之一的一個股價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告訴各位 其實這個部分 當然它沒有那個信用交易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那個金主追 追資金的那個壓力 稍微比較大一點 所以當然會造成這個下跌 但是我知道這個時候 觀眾朋友你會有疑惑說 老師 這個股票沒有信用交易 那有信用交易的 會不會好一點 那個資金壓力沒有那麼大嘛 我今天跟大家提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叫做 4130的建亞 觀眾朋友 我不知道你這個時候去買 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跟你提建亞的部分 告訴你說1月29號 那個新月生意要掛新櫃啊 什麼未來成長動能有多強有多強 你過去是不是常常聽到 這樣的說法對不對 但是 謝老師在每天在早報上面 其實我都跟提醒大家一些重點 那這個是我在早報 我在這個1月19號 當時的早報當中 我跟大家提醒的 那你也不要怪謝老師啦 因為有時候那個節目時間 就只有二十幾分鐘嘛 我們不可能所有的股票都降 但是這個在1月19號 觀眾朋友你有看那個早報的 你可以幫謝老師做見證嗎 當時我放了一張圖在這張上面 對不對 然後我下面當然有做一些文字解釋 但是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這張圖 重點在哪裡 重點不是在過去這一段 漲了184% 重點是在於他的股本 只有10.08億 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 謝老師這個地方 我交給大家一點訣竅 未來你如果擔心你那股票追高的 你要把這件事情你放在心裡 你知道嗎 好什麼事情 觀眾朋友 股本10.08億代表什麼 代表這股票有10萬張嘛 對不對 就1億的股本是1萬張嘛 10億的股本叫10萬張嘛 好10萬張的股本 當他周轉率超過10%的時候 觀眾朋友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為什麼會這樣講 什麼東西叫周轉率超過10% 10萬張的股票 他如果今天成交1萬張 或者是以上 他的周轉率是不是超過10% 他只有10萬張籌碼啊 結果成交1萬張 這叫周轉率超過10%嘛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去想一個問題 大股東股票不能亂賣 有那個長期投資的 有那個董堅持股的 所以他實際上 擅在外面的籌碼 其實並不多嘛對不對 但是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一天的時間裡面 他有1萬張 有10%的籌碼丟出來 不論是你要買的 你要賣的 有1萬張 有10%的籌碼丟出來 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有人在到貨啊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觀眾朋友那一天成交上多少 那一天74塊半 那一天成交上是14354張 這是我在1月19號的早報裡面 跟大家提到 那時候還沒有開盤 結果你回頭過來看 觀眾朋友 那一天不就是這一天嗎 不就是整個波段的最高點 叫74塊半嘛對不對 隔天你如果看下午是早報 你還來得及出嘛對不對 沒有出勒 連續4坑黑K往下 你一來一回 這4天的時間 你就跌了9.1% 觀眾朋友 我相信你不會是買在那個 你的最低點拉上來漲 148%那個位置啦 你一定是買在那個相對高點 所有人都跟你講說 新月馬上要掛牌了 未來很好的時候 你是買在這個位置嘛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各位 基本上 各股的操作 有時候那個賣動是這樣子 我過去我也提生技股啊 我告訴各位 當那個股價漲上去之後 當所有人都在講的時候 我告訴你不要再追了對不對 然後即便要跌下來 我也在這個節目當中提醒你啊 好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時間點 你說所有的生技股都不好嗎 我告訴各位不會啦 今天喔 我們其實我們去買了一檔股票 叫做智晴 好為什麼要買這一檔個股 你去想一個問題喔 這個股票其實基本面 我就不提了 沒有太多時間跟大家提 反正你要記得喔 它是今年 在整個生技股當中 生技新藥股 我們應該正面 生技新藥股當中 它的獲利會是最高的 因為那是確定的嘛 就是藥證的部分 然後里程金的部分 好但重點在哪裡喔 重點是在於說 當中譽股價回到200出頭 我剛剛講了嘛 這是金主抽資金嘛 因為這現股嘛 你覺得這種資金 會轉移到什麼樣的股票 它絕對不會 你做習慣做生技股的 它就不會亂轉到其他個股 所以通常價位上面其實會差不多嘛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喔 這個股票過去 在中譽股價大漲的一個過程 你看喔 這個股價從147塊 146塊掛牌 然後漲到303塊 它股價可以漲這一段 這個時候 200多塊的股票 獲利又確定的股票 不就是4162的資金嗎 所以當這個股票 資金回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資金會影響到什麼股票 你今天看這個股價表現 你就知道啦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各位 生技股絕對不是說不能夠做啦 問題是說這個叫做節奏 就是說這個時候 我就不會叫你去做浩底 這個時候我就不會叫你去做中譽 我也不會帶你去追劍陽 原因就在這裡嘛 你必須要掌握住那個節奏啊 好 所以這個是生技股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得入在哪裡 今天盤面上另外一個主流 叫做汽車電子對不對 今天很多人都跟你提汽車電子 但重點你必須 在之前你就要先佈局 你不是這個時候你再來做佈局嗎 今天同志我們昨天才跟大家提 我說這兩股票 雖然說比維生股價稍微低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具有代表性意義 他今天正式成為股王了 他今天股價收380塊 然後維生的股價叫做369 所以他今天正式成為汽車概念股的股王 而這兩個股 謝老師不是這個時候跟你講的嗎 我們12月23號299塊 公開跟你做分析嘛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當時我們在這個時候 來請導播幫我們帶進一點 日期有圖回證嘛 12月23號 我沒有亂講嘛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當時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所提到的內容 好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 這個時候股價創新高 那個時候12月23號 那天股價收盤叫做299 300塊不到 今天已經來到380接近400塊了 這個就叫做 你能不能夠把握住產業的趨勢啊 你看過去這一段時間 當時誰在跟你講汽車概念股 那你說 當同志股價往上拉的時候 他會帶動什麼 難道會帶動水泥嗎 難道會帶動鋼鐵嗎 當然不會嘛 他帶動的當然是汽車概念股嘛 所以你看到了沒有 今天股價 核大的股價 今天是準備挑戰歷史新高 他歷史新高133塊 這個時候行情回檔的過程裡面 他的股價離歷史新高 只有差3塊錢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叫強勢股 當然是啊對不對 那以及包括我們過去跟大家提到的 你說核大的漲 接下來會漲什麼 當然是F茂連 他們都是特斯拉的概念股嘛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 今天F茂連的股價是不是也是 也是也是往上去做走高 那你要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核大的股價挑戰新高的同時 你覺得F茂連接下來會寂寞嗎 你去想這個問題 你就會知道說其實現階段盤面上不是沒有股票可以買 是你有沒有掌握住那個行情的脈動 那當然過去不只是F茂連 我來跟大家提一檔股票叫F廣華對不對 但是我昨天我也跟大家提了嘛 這一檔個股我們已經在昨天 掛價124塊全數獲利出清 這是昨天的一個訊息 那為什麼要獲利出清 謝老師要告訴各位 因為我們發現比廣華更好的股票 所以我告訴大家嘛 這個時間點 重點啦 你同志創下歷史新高的同時 我不是叫你去追同志 因為你大概也追不下去 但是這個時候你知道說整個產業的族群那個賣動 它是往上去做發展 要不然股王怎麼會創新高對不對 所以既然是這樣子 你是不是要這個時候 你那個邏輯你要拉回來 什麼股價汽車概念股在相對低點的 這個不就是你的機會嘛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提嘛 為什麼我要出廣華 因為我買這檔啊 這檔股票比廣華還要好啊 它目前本益比不到12倍嘛 因為它字節已經公佈了 去年本益比不到12倍 今年我告訴各位更低啦 因為它的股價 它的今年的成長動力更強嘛 它跟國際大廠合作 今年營運大爆發 1月份的營收有機會挑戰新高 它回到景縣這個位置 這個不就是你最好的一個買點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這兩天這三天的行情 我覺得觀眾朋友你應該去 不要再去想說 這個行情會不會崩盤的問題 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接下來到過年之前 你想要幫自己賺多少錢 你如果有那個想法 賺10萬也好賺20萬也好 那要賺這個錢 你必須要付諸行動啊 那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誰能夠領先市場跟你講 汽車概念股不就是夏老師嗎 你今天看到汽車股的股王創新高的同時 不就印證夏老師的說法是對的 所以當後續這檔股票漲上去的時候 觀眾朋友 你覺得你手中 該不該有這樣子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賺錢 你想要把握最後那8天的時候 在封關之前幫自己賺一個大紅包 甚至在過完年之後 能夠持續在股市當中獲利 這一檔個股 我是希望你從這一檔個股開始 好好跟我們一起把握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至於說還有什麼樣的族群 後續你可以特別留意的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總是輸多贏少 掌握財富的鑰匙 把握致富的關鍵 關鍵有限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達投顧網站 每日提供即時專業研究報告 邀您鎖定瀏覽 您投資最佳的選擇 坑達投顧速播02-8101-0600 02-8101-0600 掌握關鍵短折 更像資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追高殺低 人是否總是輸多贏少 掌握財富的鑰匙 把握致富的關鍵 關鍵有限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wn Line 橫排七米床 起馬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所以观众朋友你应该有发现 夏老师都一直在带你做股王很强势 那个产业股王很强势的股票 所以你看到同志的股价创下波段新高 他成为新的股王 需要觉得很奇怪吗 应该不用吗 我过去也没有在节目当中跟他提过维生 那为什么同志今天那么强 不就是我们帮大家掌握住的一个产业趋势 好那当然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过 另外一个股王争霸叫IC设计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过去应该这样讲 现在的股王叫FC力对不对 好今天股价做压回 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讲说 老师你看IC设计今天没有涨啊 观众朋友没有股票会每天涨的啊 重点是它的趋势 有没有出现一个转弱的趋势嘛 过去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 重点是这一个黄色的区间嘛 今天股价压回有没有破这个区间 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是说 不是说IC设计的股王真怕走完了 而是这个地方他开始出现一些休息 休息会出现个股的轮动 你说今天没有IC设计股票表现很好的吗 像是这一档叫4968的利基啊 对不对 这是物联网 过去在节目里面 我当时跟大家提物联网的时候 我是不是第一档就跟大家提这档个股 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它股价从71块 拉到今天已经85块了 这个也是大涨嘛 这个也涨了将近两成的幅度嘛 对不对 好 但是它为什么那么强 除了物联网之外 它还有车用电子的题材啊 那既然提到车用电子 你看 股王也表态了 同志也表态了 车用电子的IC设计公司叫做利基 这个股价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你看大盘在今年 股价跌多少 它从低点拉起来拉两成 这告诉你什么事情 这再一次确认一件事情嘛 就是车用相关 汽车相关 这个是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主流嘛 所以你在今天你才可以看到 为什么同志股价可以创新高 这叫盘面的主流啊 你告诉谢老师 今天有什么样的股王 在今天创下波段新高的 很少吧 几乎没有吧 就同志嘛 对不对 所以同志创新高的同时 它带动什么 带动1536的核大 今天股价公道涨停 核大涨停板 难道冒连股价会表现弱吗 不会嘛 因为这两个过去 它就是绑在一起的嘛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当中 相关的汽车干点股 绝对是你接下来 你要特别把握的 那我过去跟大家提过的F广华 我在昨天我把它获利出场 我获利出清 不是因为我觉得广华不好 而是我认为 我找到一档比它更好的股票 你股票你要卖 你要卖你才有资金买啊 不是一直叫你买买买几十档 你怎么去做啦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什么样的股票比广华还好 就是我们跟大家提的这一档 本益比不到12倍 而且今年也跟国际大厂合作 今年的营运会大幅度的爆发 1月份的营收有机会挑战历史新高 股价压回景线这个位置守住 这个不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 从礼拜六礼拜天 你好好想一想 到过年之前 你到底想帮自己赚多少钱 如果想要赚钱 你这个有那个欲望的 你要付诸行动 从这一档股票开始 好不好 把握这样的机会 节目经营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掌握关键短折 更胜资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最高杀低 人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约是02-8101-0600 02-8101-0600 亨达投资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谴责 亨达投资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掌握关键短折 更胜资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最高杀低 人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约是02-8101-0600 02-8101-0600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 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万斯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